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这里是萱萱 AKA 超级无敌美少女 回归正体 今天跟大家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来一个冬季帽子合集 因为快有冬天了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最想用的单品肯定就是帽子咯 然后呢我作为一个超级上扬的美妞 就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些大头新人的帽子戴法 我是不是特别的好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但是呢今天的视频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 我身上戴的这些美丽的首饰 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我身上戴的这些首饰都是来自Anna Luisa这个牌子 非常的精致还要好看 也不是特别抢眼的那种首饰 然后呢其实我之前是一个不常戴首饰的人 因为性格可能比较假小子 但是现在呢我长大了 然后呢就要开始我觉得打扮的比较精致一些 所以呢前几个月我就开始找一些比较不要太抢眼的视频嘛 但是我也不想要投资太多 所以就买了一些质量不是很高的视频 然后会发现特别是夏天 你带了几次流了几次汗 几乎就用不了了 你们看比如说这个 你们看它的颜色啊 它之前给你们对比一下 真的是这个颜色的 这么精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才带了不到三次 就用了几次就不能用了嘛 所以感觉计量费钱又不太环保 但是Anna Luisa他们家就非常注重环保这一点 他们从原材料的采购一直到零件的处理都抵消掉了100%的烫排放量 意思就是非常的环保 可以说是于大自然的一个公平交易吧 他们用的还是这种纸的包装 然后还有这种回收的那个标签上面写着 made from 100% recycled paper 就反正就是非常的环保 当然也可以亲眼看见他们的质量是比其他的首饰会好很多的 毕竟用的都是100%可以回收的金和纯银 那当然不可避免的点就是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都是从大概39美元起 可是我认为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 还是挺值得入手的 不用犹豫快点去check it out 感兴趣的宝宝们可以去他们的网站逛一逛 我已经把他们的链接放在了description bar里面 然后呢他们black friday当天还会有很多的优惠价 black friday是在11月底 记得去查看哦 首先想介绍的就是这些这个吊坠耳环 它是ana luisa跟michelle choi 就是一个blogger一起合作的款式 它的袋子也是写着michelle 和ana luisa 这种吊坠耳环真的非常的好看 特别是这个圆圈的设计会让你整个打扮变得更精致 但是也不会觉得太抢眼 还是蛮日常的 最后就是这两个戒子 它们其实是同一个款式 这个叫robe bold 然后这个叫robe slim 那么两个都是差不多这种 螺旋的形状 就这样的一种戒指 我感觉特别的好看 而且这种金色大戒指 戴起来就会 你如果穿一整身黑 就觉得好像又优雅又酷 那么回归正题 我来介绍帽子了 我整理出了我的帽子大概 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你们看多大 首先量一下我的头尾 如果不是因为要拍帽子视频 我是绝对不会面对我的头尾的 嗯 多少啊 57 大大的头脑 大大的脑袋嘛 那么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帽子就是 贝蕾帽 如果贝蕾帽不会戴的话 真的姐妹们 就会很像一个厨师 那么贝蕾帽到底该怎么戴呢 核心就在于不好好戴 要么就是把它鞋子戴 这边或者这边 或者往后戴 反正就不能给它 牢牢的放在头上 如果你们有刘海的话 就是一个道理 帽子往哪儿掉 刘海就往哪儿走 你看 我把它搞一个刘海过来 我刘海在这边呢 那我的帽子就这样子戴 看到了吗 反正就不能这样子 形成一个上脚型的形状 就会有一种很霸国女孩的那种感觉 那么呢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每次你动 它就会 往后倒 没有发甲的贝蕾帽 就像一旁杀 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 就飞了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秘密武器 来几个发甲 牢牢的固定在你头上 就像一个头饰一样 把头帽子拿起来 前面的这个啾啾定住 把发甲和你的帽子弄在一起 要把它固定好 然后你再把它拿上去 整理一下头发 贝蕾帽我是比较喜欢往后戴的 就是前面留一个三分之一的头发 然后就这么戴 这个时候呢 不管你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它都不会掉 脸残的妹子们 可以把帽子 这种背脸帽这样子戴 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啊 或者挡住半个额头 这样呢就会让你的脸 显得小一点 但是如果是脸圆的妹子 还是留三分之一的头发比较好 因为你如果让你的脸 变得更短的话 就会显得更圆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半球帽 这个绝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戴的一种帽子 也是人手一顶的帽子 这是我没有洗头时的最佳伴侣 然后就是半球帽看起来也真的是很百搭 可是它其实也是有挑脸型的 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帽子 那应该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帽子呢 就是要看这种帽颜 这个帽的宽度 核心就在于一定要记住上方下载 我特别喜欢这种Polora Flores的帽子 它是很软的一个质感 它的帽颜会比你的脸比较宽一点点 所以呢你戴的时候就会显得好像你脸很小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呢找到自己适合的帽子 适合的半球帽是最关键的 你如果戴的帽子太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买一个平的帽颜的帽子 你戴起来就真的很土 像个鸭子一样 所以呢这一大家还是要去买这种帽颜比较弯弯的 然后它的弧度一定要是你的这种颧骨 要么就是略宽一点点 这样子能会看得更合心 最后给大连妹妹们一个建议 就是你戴帽子的时候不要认为 你把头发放在脸部前面 就会显得脸小一点 然后这样子戴 这样子戴真的完全不会有你想要的效果 因为帽子已经会让你的头发贴近 很贴近脸部了 你如果再把头发放在脸前面的话 我完全就会像前菜的大包的一样 所以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头发放在耳朵上面 把你的脸露起来 还会显得你的脸更小一点点 然后你的颧骨没那么的突出 接下来呢就是这种八角帽 它是对大头新人最友好的一个帽子 因为它的帽也很宽 然后呢就会很容易的达到那种上框下载的效果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脸很V型的感觉 这种帽子很适合去 比如说你要去伦敦旅游的话 戴这种帽子穿着个大风衣 就真的特别有气场 而且跟Anna Louise的这个耳环特别的般配 这个帽子也可以配低马尾 很好看有没有 这个也是要留一点点碎碎的头发放在前面 才会感觉没有那么的脸大 就会稍微会把你的脸挡住一点点 然后根据我平时自己戴这个帽子的经验来看 我特别喜欢露一点点耳朵出来 就是不要全露 前面打印点后面打印点 然后就露出这个钉钉出来 就感觉特别的可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 针织帽 针织帽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帽子 但是是对大头新人最不友好的一顶帽子 它有分很多种 一个是超大个 一个是超小个 然后一个就是正常的size 大家要记住不要买珍珠密度太高的帽子 因为比如这个 你戴起来就像 在滑雪 Hello 这种 不是特别的好看 其实这种帽子 你如果是买这种很宽的这个 一看就是很塌的那种帽子 也是跟一开始的贝蕾帽到底是一样的 留一个前面留一个三分之一的头发 然后往后戴 这种就会很好看 最近我最爱的帽子就是这个 真的离不开它 超级无敌百大 黑色 黑色针织帽真的是每个人 应该要入的一手帽子 冬天真的是完美 这样子戴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子戴 我很保暖 而且就是也很酷有没有 有有有 我特别喜欢盖住一半的眉毛来戴这个帽子 这种 最后呢就是这种 其实不是特别日常的帽子 但是是玩家而最爱的帽子 它几乎每一场演唱会 日常生活中都会戴这种黑色的帽子 我买了一个蓝色的 因为我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这种帽子戴的时候就 必须得要盖住一半的额头 这种正额头 反正我觉得很 也是也是很酷的一顶帽子 特别是玩家而戴起来 会让人觉得更酷 之前戴这个帽子也拍过几张照给大家看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种帽子 就是最特别的东西 往往是最初衷最好看的 不要怕自己用这个帽子出门 可能被人笑 因为真的他们不懂 接下来就是渔夫帽 这种呢去湖边啊 跟家人旅游的时候啊 去海边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很好戴起来很好看的 然后呢就有这两个类型的渔夫帽 是圆圆的它上面 不会像这种渔夫帽 有点方方的感觉 这两顶渔夫帽真的是绝了 是两个真的超好看的帽子 是我妈妈以前二十多年前买的帽子 所以时尚还是会轮流转转的 就是过了二十年还是回到了以前流行的东西 以前流行的当品 大家如果去哪些复古店啊 在Vintage店的话 如果找到一顶帽子 千万一定要买过来带回家 然后每时每刻都是可以戴 Oh my god 太好看了吧 很优雅有没有 穿着一个棕色的大衣 手插在口袋里面 太有气质了 这个是Max Mara 应该现在买不到的 是很多年以前的 这也是一帽子 戴起来真的太好看了 神奇的雨服帽 你这个戴起来完全就是帽子一戴 谁都不爱 这样子你如果不想被人看见的话 别人也是看不见你的 可是你要记住 戴了这个帽子你也看不见别人 所以呢很有可能就会错过路上的帅哥 对 so总而言之 对于大头新人的main tips就是 不要太贴头皮 然后一定不能好好戴 帽颜的弧度不能太平 也不能太窄 一定要保持上面宽下面窄的这个道理 最后就是我认为 以下的这些 这些类型的帽子 每个人家里应该都要有一顶 这样才可以 当你要搭配衣服的时候 你不会就是觉得 哦天啊 如果我有这个帽子的话 我这个搭配一定会很完美 而感到遗憾 因为没有买 然后就建议你们买黑色或者棕色 这两个颜色是最百搭的两个颜色 如果看对眼了 心动了就买下来 不要犹豫啊 或者说 可是我又不会戴 总有一天你会戴上的 所以呢 这期的视频就在这里结束了 希望我这些dips能够帮助到你们 度过这个冬天 然后度过明年的冬天 然后度过以后的 呃 就是戴帽子的情况下 能够想到我的视频 最后就是不要忘记去查看 Anna Luisa Jewelry的网站 然后记住Black Friday有很优惠的价格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不管你是往右方还是往左方 太有脸了 请不吝点赞